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尿断断续续 最后甚至想尿 怎么也尿不出来 让男性朋友也尴尬说出口的健康问题 健康报你之邀请专家帮熟男们 找出解决困扰的一线生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报你之 我是台北慈悸医院陈绍志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探讨两个属于男性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男性专有的病变 这个结构长在男性身体的一个深处 有病变的时候可能一点症状也没有 可能会引起排尿的困难 甚至下背痛 全身骨头痠痛都有可能 那最重要的是几乎没有一个男性 每一个男性都会受到他的这个 这个病变的这个伤害 那这到底是什么一个结构呢 等一下告诉你 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专业来宾 还是问一下这个尤医师 是不是跟我们解答 到底这个玩意儿长在什么地方 叫做什么名字 还有他为什么会造成 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病变 这个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男性一个 年纪大一个男性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社护线 社护线那社护线呢 它是一个 它主要的一个生理功能呢 其实平常是在制造精液 我们的精液里面会有一个社护线液 这个成分对于我们生殖功能非常重要 但是它刚好运气不好 它刚好长在我们这个膀胱的一个出口的地方 所以当这个线体 这个社护线的线体 它随着年纪慢慢增大的时候 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尿路 所以这个设计体虽然说在长在深处 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万一万一它开始变大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些成年男性的一个困扰 是 谢谢刘医师 那请教一下刘医师 我曾经看过一篇 这个不是很专业的文献 它是讲说大概50岁以上呢 就会有一半 那随着年龄增大 到了100岁 其实就有百分之百 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这个社护线也叫做前列线 为什么会肥大呢 其实在50岁的患者呢 大概有50%到60%的患者 它会有社护线肥大的一个症状 那一直到你可能80岁 甚至有80%的患者 那甚至有这样的问题 那为什么这样子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的社护线会肥大 其实是因为我们男性荷尔蒙造成的 那随着你的年龄越大 你的男性荷尔蒙制造 刺激的时间越久之后呢 越容易造成社护线肥大的问题 所以说在你越高龄的时候 这个社护线肥大的比例 其实就会越高 那在临床上会有什么样的 不舒服或者症状 这个我想跟刘医师一样 在我们这个 每天的这个门诊的过程中 常发现就是 病人其实来就是告诉我们 说他晚上一直尿尿 他晚上一直皮尿 然后他就是觉得 他晚上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那这最常见 那有的人会觉得他一直皮尿 他可能开个高速公路 可能这个台北到台中 他可能就要上厕所两三次 他可能会急着 要急着去尿尿 不然会来不及 会尿出来 甚至有人会尿湿剂 那还有的人就是可能 一样啊 我们可能在年纪 跟这个长辈去上厕所 就会发现这个小便 怎么滴滴答答的 那可能会看到小便比较慢 那甚至可能 会有人一直觉得说 他尿不干净的问题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 社会性肥大的一个症状 是 廖先生 您好像有这个 社会性肥大的这个病史 那么回忆一下 您罹患这个肥大的时候 有没有像刚刚我们 罗医师所讲的这些症状 对 我差不多在五十多岁的时候 就那个 尿 尿 平尿 尿路很不顺畅的 然后有吃药吃了一两年 最后又给人家听药 那时候车鞋都是 PSI是吧 差不多都在四左右 是 是 那个医生说这样还正常 那你那时候 那个 平尿的频率 一个晚上大概要起来几次 那时候是还可以 还差不多三次 三次四次 就是 会很平尿这样 是 原来我们社会性会回答 是一种老化的一个现象 不过因为它会影响排尿的功能 所以也不能不理它 否则那 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我们现在透过一段影片来了解 年龄五十岁以上 如果出现各种排尿障碍 有很高的几率是 社护线肥大压迫 膀胱与尿道导致 社护线又称为前列线 是男性特有的器官 大约二十公克 位在膀胱的下方 环绕尿道两端 因为受到荷尔蒙长期的刺激 产生良性增生导致 而且年龄越大 发生率越高 当严重压迫到尿道 尿液无法排出 累积在膀胱 甚至回堵到肾脏 将导致尿路感染 肾水肿 肾衰竭 最后必须洗肾等状况 对于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 我们总共切了十二针 里面有一针 有确定有切到癌症 排尿障碍除了是 社护线良性增生之外 也有可能是 社护线癌所造成 社护线癌是台湾男性 第五大癌症 而且发生率逐年上升 但早期的症状容易忽略 许多患者发现时 已经是晚期 社护线肥大与社护线癌 两者症状相似不易分辨 必须透过抽血检查 肛门执症与切片来做诊断 虽然都是男性 不过一旦谈到这个 妙道的问题 还是有些修以其词 请教一下卢医师 一旦有了这个社护线肥大 目前治疗有哪些的方式 我们讲治疗以前 我想其实大家应该要知道 自己的症状是多严重 因为其实这个泌尿科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一个蛮相对注重 隐私的一个科别 所以我们其实发展了 很多一些量表 那现在我跟大家 让大家看到这个量表 就是一个自我检查一个量表 那这是大家国际公认 我们翻成中文之后 来去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评估的标准 那每一个表格呢 其实在填的时候呢 它有个分数 那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的图卡 那这个图卡在评完分之后呢 就会有分这个轻度 中度跟重度 那我们先讲轻度 其实轻度代表你的症状 没有很严重 但是可能有些困扰你的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 大部分的医师呢 都会建议你 是不是考虑做一个 简单的生活作息调整 比如说你凭尿啊 我们可能建议怎么喝水 或者是说 你真的晚上起来一直尿尿 怎么样去做 简单的调整 那其实症状会改善很多 可是当慢慢的你的分数 其实从轻度变成中度的时候 这代表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 而且会影响到 你的生活品质的时候 我们就会建议 也许可以考虑做 这个药物的治疗 所以药物的治疗 再加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你的反应 那甚至有些人 可能真的症状比较严重 而且可能有一些 社会先造成的并发症 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 这个重度的病人 就会考虑这个手术的治疗 那当然这个不是绝对 而是要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跟怎么样 你才能够比较接受 而且对药物的反应怎么样 那跟医师讨论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治疗的一个评估 这样子 是那不管轻中重 好像我们的药物治疗 都是可以选择的 是的 我记得我曾经 我爸爸的一个朋友 曾经跟我父亲说过 他有在吃这个 这个社会性回大的这个药 我好像有一天 感觉他好像鼻塞了 鼻水好像感冒 然后就去看这个 附近的这个小诊所了 那小诊所给他吃了药以后呢 当他再回来 吃这个 这个社会性回大料 他好像绝对没有效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那也是在这边 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会 因为小感冒去看诊所 那因为这些大哥们 他们可能原本就有 社会性的问题 可是 这个抗阻滋胺 也是我们常吃的 这个流鼻水感冒 这个鼻塞的药物呢 它其实叫抗阻滋胺 那这个药物会影响到 盘工的收缩功能 所以当你吃了这个药物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 解尿的状况 就会变得比较差一点 那甚至在我们可能 像比较中度或重度的患者 他可能因为吃了这个 社会性肥大药 他会比较好尿尿 可是因为你这个 抗阻滋胺的药物下去 导致让你更难尿尿 甚至 有些患者其实就是因为 这样吃药之后 他就尿不出来 甚至要来急诊 擦尿管 你去看诊所 或是看任何医师的时候 最好先跟医师讲说 你现在有在用什么药物 然后还有就是 你曾经因为什么药物 而造成副作用 我想这个是跟大家建议 会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式 是 那请教一下游医师 那除了刚刚 好像会有类似 这个感冒的症状以外 我们吃这个 这个BPHR 社会性肥大的药 还会有哪些的副作用 是 这个社会性肥大的药 主要常用的社会性肥大药 是叫做夾心胶感阻断剂 那这个药呢 因为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 所以它最主要的一个副作用就是 有可能会造成所谓的 知识性的低血压 那知识性的低血压 就是你在坐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 头会觉得晕眩 因为瞬间血压会太低 所以说 如果有一些人已经 你有高血压的问题 你在服用一些血压的药的一些患者 在服用这些药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有可能会瞬间造成你血压的一个变化 是 那虽然我们说这个社会性肥大是不可免 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让它晚一点发生 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性肥大 其实是这个年纪老化造成的 那年纪老化是很难去避免的 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方式 其实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一个证据 那我们一般都会建议说 能够规律的作息 养成一些生活 很良好的一个运动习惯 包括一些下半身的运动 这样可能会让你的排尿功能 会再进步一些些这样子 是 那请教一下罗医师 对 那我们坊间啊 或者说是私底下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 我们男性观众朋友在问 有一些什么保健食品啊 您觉得这个有效吗 毕竟保健食品并不是药物啦 就是保健食品是让大家吃一个 所谓的保养的效果啦 那所以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证据率 相对没有这么强 那不过我们自己的建议是这样子 如果您真的是希望能够吃这样的保健食品 最好是找合格的一个药厂 它生产的一个产品 那另外就是 不要因为这样子顾止施比啦 就是有症状的时候先就医 先去做治疗 而不要说害怕来医院看病 所以就开始一直猛吃这些保健食品 其实对经济上也是一种负担 是是是 那我们社护腺除了肥大以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社护腺癌 据这个我们这个统计啊 在好像这几年 已经男性癌症的第五位 每年有五千个这个新的病例产生 有意思为什么会社护腺会障碍 是这个社护腺癌 其实发生的原因还不是非常的明确 那目前认为是有一些 可能会增加一些 社护腺癌产生的一些风险因子 包括说这个遗传因子 比如说如果说爸爸或哥哥兄弟 如果说有罹患社护腺癌的话 可能会增加两倍的发生的一个机会 那如果两个兄弟或是两个爸爸家哥哥都有 可能会变成四倍 所以说这个遗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 那还有我们一些基因的因素 也会增加这个社护腺癌发生的原因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年纪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年纪越大 这个发生社护腺癌的机会也会越高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有一些少数研究发现说 这个生活饮食的部分 如果说一些西化的饮食 包括说高脂肪 高热量的这些饮食 都有可能会增加这个社护腺癌发生的机会 是 是 那请教一下廖先生 根据我们的那个制作小组给我们的资料 你好像社护腺肥大以外 也曾经被诊断是社护腺癌 要不要回忆一下 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在差不多三个月前 一天多晚上 整个晚上都尿不出来 那个尿液腰迫到脑部去 很痛苦 我就一起来 我就到我附近那个诊所去看 那个医生说 那你这个我们这里没有办法 要到那个大医院去 刚好就挂邮医生的诊 就检查 还有尤其是开了一个像那个健死堂的药 我出了又正常 差不多一个月都排尿又正常 我一直检查检查 就回准嘛 回准尤其是说 你这个已经社护腺癌第二期了 是欧信的 我爸爸也是那个 欧信的那个社护腺癌 最后又转移到谷国去 我各个也是也有开刀 请教一下罗医师 那我们廖先生 他既有肥大又有社护腺癌 这两者有关系吗 基本上这两个没有绝对的相关性 不过以一个泌尿科医师的立场 如果说你有这个社护腺肥大的 这个症状的话 一般我都会建议大家还是 我们医师还是会顺便帮你去做一个 这个社护腺癌症的一个检查 那当然如果你有高风险 譬如说你的家人有啊 或是说你的这个 有这个高风险的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你 是不是要来医院做这个 社护腺癌的一个筛检 是 那两者关系不大了 好像症状也不好分 所以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他就应该要赶快到医院来做检查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刚刚有医师有提到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可能跟基因有关系的疾病 所以可能如果你的家人 比如说你的哥哥或是你的爸爸 其实有这个社护腺癌的话 那我们当然建议你在45岁以后呢 最好就是要来做一个这样子的检查 那以密尔科的检查来说呢 一开始来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去做一个叫PSA 我想大家都应该有听过这个词 那就是一个社护腺癌症指数 那我们医师会呢 其实密尔科医师最常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伸出他的手指去你的这个肛门 去做这个检查 我们不是摸痔疮喔 我们是去摸 是不是这个社护腺有一个不规律的一个肿块 那其实摸到肿块 我们大部分都会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癌症 所以这时候就要做第三件事情了 就是要开始做切片 所以我们去做这个切片去看 它到底是不是癌症 然后去做后续的一个治疗的讨论 是 那请教一下 尤医师 大部分的癌症都是这样 都是希望能够早期诊断 然后早期赶快来治疗 不过社护腺癌好像最近有一个说法 就是如果非常早期的这个癌症 不急着去赶快去处理 有这么一说吗 是是是 确实这个社护腺癌 在这几年治疗上的观念有一个改变 那最主要是我们发现说 这个早期的社护腺癌 可能致死率不是那么高 所以在一些年纪稍微比较大一些些 或者说这个癌症的恶性度不高 你的社护腺癌症指数不高 这些病人我们可能会 建议你采取一种 所谓积极监测的一种治疗方式 它不是说完全不去治疗 我们是积极地去监测它 那万一在之后追踪的过程中 有发现说癌症的恶性度变高了 或者是说这个癌症指数往上爬的时候 可能要接受这个积极的治疗 所以我们称为这个叫积极监测的一个治疗方式 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是 因为这个癌症 我们发现说这个社护腺癌 在一些大体解剖上面会发现说 很多人死亡 即使死亡 但是它不是因为社护腺癌死亡 但是在社护腺有发现一些社护腺癌症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知道社护腺癌症的手术 可能会造成一些长期的一个副作用 包括说这个静尿的问题 或是说一个男性搏击功能一个障碍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长期的困扰的问题 那有些人会就会觉得说 这样我们既然这些人 不会因为这个癌症死亡 我们接受这样的治疗 是不是有点过度治疗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一些比较早期的病人 用积极监测的方式 可以避免它产生一些副作用 是 那廖先生这个社护腺癌还是 像游医师当初还是建议您开刀 那你一听到要开刀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那时候我38年吃了 已经70岁了 我从都没有动过刀 也是会怕怕的 我家人我本来出那个药就又正常了 我又不想着要去开刀 我太太要跟我一族就一族说 你父亲你爸爸就这样了 你还过班陪了 一族要叫我来来做 来就是 游医师就安排我住院 我就选择打文旗的手势 5点把麻醉叫醒 游医师问我说 你你有没有不舒服 有没有会不会痛 我说都没有感觉会痛 股天我就在病房那里走 走来只可以走了 是 好像睡一觉 这个一切都解决了 游医师问这个打文西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处 是 是 那这个打文西在这个社护腺癌 目前其实非常广泛 那那个台湾大概有70%的一个 社护腺癌都是 目前都是用这个打文西在执行的 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 我们刚刚有讲过这个打文西 就是社护腺癌的一个手术 可能会造成这个搏击功能的问题 或者是说净尿功能的问题 那因为这个打文西是一个 它是视野非常清楚 而且可以做一些很精细的动作 包括说社护腺周围的血管 那个玻璃 还有这个社护 那个膀胱和这个尿道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缝合 这些有这些精细的一个动作 和清楚的视野 可以让这些并发症减少 让这个手术会进行比较顺利 减少一些长期的一个并发症的问题 是 那经由我们这个专家的说明 我们知道 我们的社护腺 前夜腺肥大 其实那个是自然老化 如果我们的男性朋友 你有这方面的困扰 真的不用觉得 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害羞 应该永移到医院去求诊 那即使要手术 现在打温西什么等等 其实也都很进步 相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上 恢复健康 非常谢谢三位的分享 很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